好像來往民眾揮手 尋求支持 國民黨高雄市長補選候選人李梅珍 二十四號完成登記 二十六號立刻提出第一個證件 舉票 開出的證件做不到 隔了幾天 李梅珍轉革彎打圓場 想爭取二零二五市大運 和二零三零亞運 在高雄申辦截止日遭到檢視 二零三零亞運已經不可行 二零二五市大運也被檢討 立委王定宇某文在報 如果要申辦二零二五年市大運 最晚必須在二零一九年七月一日前 提交異項書並繳交一萬歐元申辦費 炮轟李梅珍接連提出兩個跳票證件 這個要有一個很完整的計畫 跟李梅珍加油 李梅珍想爭取兩項體育賽事時間點 遭到外界檢視後 跳票的問題都出在申辦截止日 二零三零年亞運申辦截止日 在二零二零年的四月二十二號 二零二五年世大運也已經申辦無望 當時韓國瑜來選高雄市長的時候 他是一個外地人對高雄不守 所以他可以亂開支票 一個連任三屆的一個市議員 代表國民黨出來參選 證件是連支票都無法開 馬上被打臉 藍營提出爭取運動賽事證件 反被揪出搞不清楚 申辦時間點 第一時間拍健身短片承認錯誤 沒想到二零三零亞運搞錯截止日 二零二五世大運也一樣 接連遭到綠營打臉 又夠尷尬 三地新聞時事庭 翁一文高雄報導